蜇舞 蜇舞的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因為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準時開場 先歡迎大家能夠來到 報爾哲跟蜇舞每一季一次合辦的活動 今天其實因為是在週一 原因是因為 週五的活動現在非常的滿 我們蜇舞除了有蜇舞以外 還有就是非蜇舞 他如果不是在週五舉辦的 我們方法叫非蜇舞 不過因為報爾哲跟蜇舞的合作 是滿長期的 所以週五有特別講報爾哲 以前還可以蜇舞 我覺得很多朋友來自不同的群體 那報爾哲當然不是 這一個半小時的 presentation 跟他分享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也是一起來 共同把這個拼圖拼起來 其實這兩個禮拜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非常多包括中國在有系統的 購買台灣的粉絲和臉書 臉書的粉絲團 所以大家才意識到這件事情好像挺嚴重的 那包括說現在不管是報爾哲 淨傳媒或者是天下雜誌 我們其實很多媒體還有NGO 或者是學術單位不斷的接力 想要把這整個假訊息的資訊拼圖拼起來 那這個是一個接力的過程 其實在上個三月份的時候 因為美國出了一個Muller報告 我不知道大家對Muller報告理不理解 他其實是看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這個Muller報告已經非常明確的講出 俄羅斯是有系統的來操控美國的大選 那當然策略就是兩個 待會那個效率很弱 我講的不精準還可以問小肖老師 那這個他兩個最重要的策略 一個就是hacking 另外一個就是stomping 那什麼叫hacking呢 hacking就是我滲入到你的環境裡面 包括通過你的社群啊 去接觸美國人的環境 那domping就是說 我每天可以放好幾十個 甚至幾百個議題去測試 你們對於 比如美國人對什麼東西 對最有感 他們最後測試到說 Black Matters 就是黑人他對於這種不公平的狀況 他特別有感覺 或者是老人對於健保一體 他非常有感覺 所以他就透過這種不斷的測試 去激化社會的分裂 那我們在講假新聞 假訊息或不實資訊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補課 因為美國已經2016年就開始發生了 那台湾現在補課的狀況就是 也許在座的一百多個朋友 你們每一個人的背後的訊息 或者是資訊的架構 其實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講在 美國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通常會用兩個 重要的字 一個叫 Misinformation 一個叫 Disinformation 那 Misinformation 其實在講說內容有錯誤 但是他並沒有惡意 也就是 也許是編輯的錯 或是記者沒有核實清楚 這是 Misinformation 但是 Disinformation 是說內容有錯誤 而且是故意為了傷害特定對象的 這個是 Disinformation 但是不管是Misinformation 或Disinformation 它都是在美國的語境裡面 因為這兩個字 如果搬到台灣的語境裡面 常常會搞混 所以這個禮拜 因為我們從去年9月 一直到現在一直在關心 假訊息的議題 那我們這個禮拜 四會推出一個 那個叫參守則 也就是藍原包 因為發現說 台灣真的需要趕快補課 那我先把這個東西 秀給大家看 這個是禮拜四會推出的 那我們希望把訊息 弄得比較簡單 讓大家可以分享 也就是說 譬如說 我告訴我女兒說 有聖誕勞工 我們這件事情 我是沒有什麼 不好的意圖 我是良善的意圖 所以即使這個假訊息 我也沒有太多的罪惡 但是我們在講不實資訊 因為假新聞 其實只有跟新聞媒體有關 但是假訊息 它的含話更高了 因為不是只有新聞媒體 在製造假新聞 對不對 它可能是一般人 自媒體也可能造假訊息 可是現在的訊息戰呢 它是混合了真實跟虛構 所以我們叫做不實資訊 這個是最精準的說法 不是假新聞 也不是假訊息 而是不實資訊 因為它可能會混合不同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實資訊這麼重要呢 其實它是跟惡意程度分 也就是有意圖 有惡意 然後散播不實的資訊的時候 這件事 我們的awareness要更強 那待會會跟 就是讓志欣跟德林分享 我想這個圖 是讓大家有一個基礎的了解 我們關心不實資訊 最要關鍵的東西 其實是從言語模仿到整個造假內容 它的惡意程度區分 那什麼叫做言語模仿 譬如說前一陣子有人透過twitter 他偽造 他不是偽造 就是模仿川普說 功賀還有鼓勵郭台銘先生 要出來參與黨內初選 他偽造的非常像 其實他其實想要酷手 可是他這個就是言語模仿 那錯誤的連結就是說 我的圖說我的圖片 我的標題其實跟內容不符合的 這是錯誤的連結 那錯誤的情境比較像是說 譬如說我的西瓜過度生產 然後丟在真聞水庫 可能是過去有過的現象 但是他把它移植到現在 這是錯誤的情境 那當然就是偽裝成新聞 甚至告訴你這個就是真實的東西 然後造假內容 所以我們是看惡意的程度 其實那些程度越高 就表示我們更需要謹慎小心 那其實在去年八九月 在大家還沒有這麼意識這麼強烈 不像現在這種critical moment 大家是有感覺的 那去年九月的時候 德聯就已經去 臥底很長一段時間 那如果回到過去的脈絡 那時候我們在談 談網軍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辛苦的 那我覺得他突破了兩個點 待會他可以分享 他突破了政治公關跟行銷公關 他們怎麼利用網軍跟素人暗裝 來帶風向 從商業的操作 一直到政治的操作都有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就是 那個殺 就是養套殺 先養了以後 然後套住你再殺你 那個殺你 就是指說 Watch your brain 這件事情 所以待會德聯可以來分享一下 因為的確我們那時候 報導出來了 也有很多就受訪者 告訴我們可不可以把他的PTT的ID 弄掉 因為他已經養了十年了 那對於他來說 那就是一個長期的布局 那到了今年 其實智欣 我們在處理就是說 這個網軍這件事情 不只在台灣發生 我們是到現在才有感覺 但是在歐洲 在國外 或是在印尼 他其實從2016年以前 就已經開始長期布局了 那這有分兩塊 一個是外銷的 所以到了就是 採訪了北馬其頓的網軍教練 他外銷到了九個國家 這個business產業 這個產業鏈已經形成 而且現在有其他七個國家 要複製它的模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 印尼其實在大選 今年大選 可是在過去三年 他們已經遭遇了 內部的內產內銷 然後他們怎麼影響的 剛剛有很多朋友提到 就是說我們要take action 其實人家已經 遭遇了很多的過程 我們怎麼樣 站在別人的肩膀上 繼續學習這件事 我想待會之心 可能也有很多的分享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 就歡迎我們的兩位講者 大家好我是德蓮 然後我這邊的角色 會先從那個台灣的這邊去看 就是整個從2017年到現在就是 就是這一些假的訊息或不實的訊息 它怎麼樣去演變或影響 就是大家對於整個 比如說我們的購買 或是在公共政策的選擇上 它其實會有不同的變化 因為我在採訪的那時候是 一開始得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是2017年的年底左右 對那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它主要是來自一個行銷公司 就是它自己的反省 那它為什麼反省 它是因為他們去做了一個事情 就是當時候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關於那個 在教育部前面的那個 課綱偉條的事件 對那它的反省是說 就是為什麼這樣的政治 或者是這樣的政策的討論 可以是透過一個金錢去操作的 那它的操作就是 像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那個表格 它是造假 也就是說它其實不只是單純的 要去行訴某種風向 而是它是某一個政黨去出錢 想要去塑造出這樣子的一個輿論 然後去試著去影響最終的這個結果 那具體來說 當時候這個案例 它其實有一個很明確 就是行銷公司他們有一個評估 就是說這個東西 事件出來之後 他們帶的這個風向 讓網路上的這個 就是它的話題的正負比 它已經打到一個均衡 就是正負一致的這個狀況 對那所以在他們的眼中 就是這個已經達成實際的效力了 那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我們在PP 在臉書啊 或是各種論壇 或是朋友之間討論 看到或引用這些訊息 到底是真是假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我採訪很多的受訪者的過程之中 他們都講到一句話就是 網路上這些東西其實基本上 都是假的 很多都是假的 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這些不實訊息的產自者 對那我這邊就可能會先從一些商業的案件 還有一些公共的案件去解釋給大家聽這樣子 然後關於網軍這件事情 就是2017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還有一點疑惑 就是那個時候這個脈絡 並不是那麼清楚的 就是在大家眼前 那時候的網軍 我自己也很疑惑 就是在採訪的過程中 到底誰是網軍 他的定義是什麼 對然後我用的例子 其實他都是一些 是直接的行銷公司提供的 提案的PTT 對那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拍到 就是可能做個模糊這樣子 對 然後 當時候要去定義這個網軍的話 就是他們自己的PTT上面都寫到 就是說他們會用這個口碑網軍來操作 那為什麼要用口碑網軍呢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口碑行銷其實已經行之有嚴了嘛 那大家會一開始會 比如說在臉書上他有很多商品買賣 有社團這些 那他們的任務 其實從 社群媒體開始興盛之後 他們就 陸續會有一些帶風向 比如說上面講到的兩種 就是他會去回文 去置入 然後去營造這個品牌很棒 然後不然就是說 透過發文的方式去創造一些討論 那這些都是聚焦在商品上的 好 然後 我這邊會 就是陸續會講說 大概的過程 然後我再舉例 對 那如果大家之後有問題 可以再來問 對 然後 網軍負責做什麼 然後 這個就是 他們主要的服務 就是 這邊只能用蛋 就是他們會去處理一些危機事件 負面議題 政府的策略 以及改變輿論走向 好 那那個時候 我看到這個 這個PTT的時候 我會 PTT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就是 這個口碑的公關客服 他有前面的這個 服務的 提供前面的服務 但為什麼他要處理一些危機事件 負面議題 還要試圖去 改變輿論走向呢 我才發現就是 不管是商品 或者是這些公共政策 他其實 處理的手段 是一樣的 就是當 比如說 今天我對一個 比如說 這個蛋糕好了 他是 可能是 用的牛奶 是 比如說 胃全的 那大家在 網路上看到這個商品 看到推出的時候 他當然就會引起很多的 罵名 那這個公共公司的 服務是什麼呢 他就是去 營造出 這個 這個 比如說胃全牛奶 他其實是經過一些科學的驗證 他是無毒 他是安全的 那 這個東西 不能說他是錯誤 他是講的是事實 可是呢 他無形之中就是去 行訴了一種 理論就是 他其實 胃全的牛奶 或點心的品牌形象 好像沒有這麼壞 那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 援引到政府策略的時候 他也可以很明確的就是說 比如說 今天在討論 像之前的空污法 要修法的時候 我們在大車 比如說 這個大車要不要廢除的部分 大家有個討論嗎 那這個部分 他可能就可以援引 就是說 大家要去反對這個大車說 這個政策其實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就是他其實去 有意思的去綜合了這個討論 那這個東西 其實本來 應該要是大家公眾透明 或是大家去參與 可是這個東西 卻形成了一個 用錢買出來的輿論這樣子 然後 他們的做法 其實就是透過這三個環節去 打造一個很棒的環境 就是我們在看的時候 會以為媒體的報導 或者是大家的討論 好像偏向某一方 但其實 很多時候就是 這個議題的環境 是刻意被打造的 那 通常形象公司的做法 他是會有一些 他會去 抓一些關鍵字 然後去看這個議題的 他的風向大概怎麼樣 那我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去綜合這一個 輿論的方向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 科學性分析的一套方法 那通過這樣的方法之後 他去操作很多的媒體輿論 不管是投書 或BTT 或各大社群論壇 又或者是說 他用素人的方式去發文 去影響周遭 我們看到的這些 跟我們最近的這個論點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去打造一個 非常努力的議題環境 那這樣子就是他們一個操作模式 然後 這邊就是大概舉一下 就是他的 因為這個訊息有點多 就是他怎麼樣去一步一步的去 分解這個 比如說在任何案件 比如說商業案 或是政策上 他先去比如說收集資訊 分類 去解讀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他都去擬定一個回應的策略 像這邊講的就是 他有一些個人經驗 他訴諸權威 他有實證分享或引用報告 然後再去執行這個回應 那其實裡面就是暗藏了很多 大家意想不到的東西 比如說個人經驗 他其實是假的 或是行訴出來的個人 那訴諸的權威 也可能是經過扭曲 對那 好 就是 這邊就是先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是 買賣 就是商品案例的 對那 其實就是 這個是 內部的人提供的 那這個就會看到很多的 帳號 他其實一一列出來是 暗裝 那暗裝的功用 大家就是很明顯知道 就是說 這些東西是要為了要帶這個東西的風向 欸我知道這個東西其實是 很好的 其實他不錯啊 我用過怎麼樣 他其實是有很多暗裝 那這個東西他也成為行銷公司的提案內容 就是 我一個行銷公司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可以去用很多的這個 暗裝 然後去 像剛剛講的就是營造一個很好的議題環境 對那這個東西他其實不只 就是利用在 商品 像這個可能是一個 電鍋 的買賣 對 然後下一個就是 像我之前講到的就是 呃 柯剛的事件 那柯剛這個事件 為什麼 他是一個 呃 很重要的 就是討論重點 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呢 他其實在當時障 造成非常多的社會的 對立 嘛 他有很多的 論點齊非 那在過程中就是我看到的這個 這個行銷公司他的提案 他就是有一個 呃 他非常多面向去解決這個事情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 他呢化身就是 他的這個寫手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網軍 他化身一個寫手 他把自己化身了五個身份 前補習班老師是一個 他化身了學生啊 很多陸續的身份 然後在 比如說PTT 或者是 臉書發表很多的這種文章 那這個東西他真的反 反正剛剛他其實寫了 洛洛常寫了一千多字吧 那他其實就是 感覺上好像很中立 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錯誤 但他就是 他最後的論點卻是說 就是 比這些學生好像是被洗腦的 對 那這個東西他其實 到最後出來就是會 呃 對於這支行銷公司來講 就是他要影響的就是 比較偏中立的這些人 大家看到這些東西之後 會覺得 噢 原來 有這樣的論點 對吧 他們這樣的目的就打成了 好 然後 呃 現在這邊就是大概講一下 就是比較 細緻的一些手法 那這個東西他其實就是 從2016 17 18 19 到現在其實這個東西他還是 陸陸續續一直在做 只是 他的這個 演變的 使用的形式就是演變得非常的快 那 主要他們都是針對這個社群的 呃 媒體 因為 我們很相信 我們的朋友 或是跟我們一樣的素人 給的意見 因為我們對廣告很敏感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一個非常有用的 對 那 因為廣 以往的這些廣告明星 他其實已經失去了這個信任的效果 就是 代言啊這些 他已經不像 呃 往常就是大家認為這麼有效 所以 這一個東西它其實是 取代了 呃 這些廣告明星的 角色 好 然後這邊就是IG 然後Facebook 然後一些經驗 就是他們會鎖定這樣子的 角色去做 行銷 對 好 然後 呃 剛剛講到就是 大家會相信素人嘛 就是相信我們沒有會做招的人 那這些人怎麼樣去執行呢 這邊就是 呃 有一些比較細緻的方式 比如說他們去鎖定了 比如說他會去請一些 本來有一些 呃 影響力的素人 去幫忙行 他們就好像接案 就是這樣接案的形式 其實這幾年來就是 非常的多 那 他們就是保證 我這個發文 保證 我的朋友加你的朋友 加 誰誰的朋友 我們這樣子 全部加起來 就可以影響足夠多的人 然後呢 呃 對 那這樣子的模式 就是 很能有效的去擴散 然後 呃 有了這樣子的發文之後 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這一個 東西它要發酵 它怎麼發酵呢 在我訪問的過程中 就是有一個行銷公司 講到他們有一個工程的團隊 他們養了好多無數的機器人 假帳號 然後呢 去把這個 比如說他們去留言啊 去按讚啊 就是它形成一個很熱的討論 那很熱的討論 在當時的這個演算法之下 它就會 比如說它會先跳出來 你就會看到的是 這一群 假的 就是不是真實的這個討論 那我們在看這個 比如說網路上看很多商品的時候 就會 多少就受到這樣的影響 好然後 呃 除了就是剛剛講到這些商品的 這些手法 或是政策的手法之外 就是 像 呃 大家可能會質疑就是說 我們比如說有一些 臉書的 呃 比如說政治的候選人也好 或者是某一些藍綠的 就是在討論議題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欸奇怪是不是真的有網軍來介入 那我這邊就是 講我自己就是 參與這個網軍的一個過程 對就是 我不是 我不是實際去做 但是我是看他們怎麼做 就是 他們通常呢就是 會教你去養帳號 那養帳號是一個很重要的 比如說你自己 呃 像剛剛有 有 有朋友講說 他可能有 很多人是團組的 就是你用自己的帳號去 執行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會有 受到威脅或質疑 那養帳號呢 你就可以 屏蔽掉這樣的身份 然後去達到不錯的效果 因為大量的留言會去洗出這個風向 那這個東西就會很實質的去影響 那比如說 這邊就有講到就是說 他 呃 叫你申請新帳號 那新帳號之後呢 手機先開成飛行模式 10秒之後 打開更新你的IP 或是他請你去移動之類的 因為這個是 為了要去規避一些 比如說我可以透過 呃 就是切換電腦版的網站 就是他其實是 一步一步很細緻的 教你怎麼樣去執行這樣子的手法 對 然後 然後 養帳號是一個非常重要 比如說一個人可能 養個兩三支 四五支帳號 然後他大量的去 互許大家去參與這樣的群體的時候 這個就會形成一個很大的一個 輿論的壓力 對 然後他就是大概講說 怎麼樣去養帳號 比如說 呃 新聞不要點太多讚 就是他的宗旨都是 維持正常人的模式 可是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造假的方式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 呃 我這邊先趕快就是做結尾 就是等一下 志祺這邊會講一下 國際的這個 呃 手法跟怎樣的模式 那我自己在做這個網軍的 影響的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說 呃 他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像剛剛講的 呃 我的這個線人他講說 對於公共政策的透明討論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呃 因為我們是一個公民社會嘛 我們也是一個民主社會 那 大家都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 我們在公共政策 是每一個人都會去參與到的 也應該要去參與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變成一個商品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呃 在做網軍最重要的 然後 呃 其他方面就比如說 我們的購物選擇啊 我們的思考模式 就是 他都是透過這種 漸進式的影響去 改變你的思路 然後去 呃 讓你做出不同的選擇 那最後一個就是 媒體制服能力 就是在這種大量的訊息之下 比如說 呃 我加入那個 網軍的社團裡面 他可能 呃 十分鐘之內有三百的訊息 他大量去散布這種 就是訊息 或者是圖文 或者是 影片 就是 對一般人來說 這個會 就是過多的資訊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 這樣子的狀態之下 就是包含上面講的思考模式 或者是 購物選擇 或是公共認證的討論 或是媒體事務能力 他都會多少的受到這個擠壓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呃 我覺得目前 這些網軍 對於我們來說是 呃 一個最直接的影響 那 就是接下來就是 除了台灣之外 我們當然也很 就是所重於 就是中國的這個資訊站 他到底怎麼樣去 影響我們 對 那我們 後續也還會有一些 調查 那如果 大家有知道一些訊息 就是 歡迎跟我們交流 這樣子 德聯是那個報道者裡面 最常去臥底 所以大家保護他一下 因為他其實今天 蠻不藏私的 那 我們再看 這一個 這一波的網軍裡面 不管是國內 或是國外 他有很重要的 原處就是說 呃 大概可能智欣也會提到 很多人是因為高失業率 或者是他的薪水 其實蠻低的 他透過 這種接案 他就是 他只是一個 下班之後的工作 他也可以有很 很不錯的收入 所以那個德聯每天 都在跟魔鬼打交道 我都一直告訴他 報導真的有多好 他不能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都經歷了很多 包括 他剛剛其實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 這些政治公共公司 還有行銷公司 他們自己本身的提案 是怎麼提案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口碑網軍這個概念 那接下來 智欣就是 他關注 不實資訊已經在非常多年了 也到了很多國家 包括德國 其他國家 我們想可以 從個更 更深入的 視頻來看一下 世界後的網際 是怎麼樣 變成的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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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資訊要點爆炸 我覺得 從剛剛的大家自我介紹 以及今天想來的原因 我覺得 德聯所講的 以及他所寫的專題 應該已經回答了百分之九十了 對 那所以接下來呢 就是 我分享的部分呢 大家去回應那百分之十 比如說 那該怎麼辦 怎樣 然後用一些國外的情況來看 因為 其實國外 面對這樣的情況已經蠻久了 然後 他們的政府 反應比台灣來得快 所以 他們有做了一些事情 那到底做完這些事情 效果是什麼 所以 我們等一下可以大家 著重再分享這一塊 好 那關於台灣內部的情況啊等等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再回答大家的問題 或是 大家手上有什麼 看到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 呃 這是我們最近推出的專題 然後 如果你對於網軍系列 有很多的興趣或疑問的話 就趕快把金錢輿論 再翻出來 再開一次 我們是免費的 所以它還有在線上 對 好 它也不是紙本 所以你不會擔心買不到 就是 直接Google就好了 但是 還是要持續捐款 不然的話 這網站也不會下去 對 好 希望下次來 大家分享到每個人都會說 我是誰誰誰 然後我是捐款者 這樣 就相當一棒 好 呃 這一次的專輯總會有七篇 然後我非常肯定是 沒有一個人有看完 有人有看完嗎 就 怎麼可能 好 因為我如果是讀者的話 也不能看完啦 其實七篇有點太囉嗦了 就是想要抱歉 但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欺騙大家就是 從不同角度去回應 大家聽到假新聞啊 故事資訊這些議題之後 通常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 那該怎麼辦 這樣子 可能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會是問說 他們是中國 然後接下來就會問說 那該怎麼辦 對 然後我就想辦法 用這一次的機會呢 就是用不同角度來回應 該怎麼辦 那 剛剛德林講到了 就是 呃 有行銷公司的存在 然後行銷公司的生意 會一直做下去嘛 就想 想必很多觀眾會知道 他們能夠一直做下去 就代表有人要付錢 這件事應該大家都可以有共識 因為有不停的會有 新的產品需要賣 而且有不停的會每一年 有新的選舉需要舉辦 所以行銷公司一定會存在 他的生意一定會存在 只是不同的人可以不用他 那接下來要講這個案例呢 是要講說 其實外國人也可以影響 一個國家的娛樂 所以你在台灣 假設你在台灣 你想要不用的網軍 會不會可以外包到 台灣之外的地方呢 就是所謂的境外的網軍 可以幫你做 剛剛德林提到的事情 那最容易接受到 境外勢力的影響的 當然就是英語系國家 因為全世界很多人會講英文嘛 對 那所以通常這件事情呢 發生的比較早 也比較廣 也比較徹底的 就是在英語系國家 那其中最有名的這個外包場地 就叫做北馬其頓 知道這個國家請舉手 你們是因為假新聞知道請舉手 所以其他人都不是 你們是有去旅遊過 是不是 要改名字 對他們有那種的公投 好 那這個國家非常有名 就是因為2016年的川普 然後那時候大家發現 譬如說 教宗宣布他支持川普 或是ISIS的領袖 呼籲大家投給希拉蕊 就是這種新聞 大家追完之後發現 那個登這個新聞的網站 其實他的設定的位置 是在北馬其頓 所以在當時2016年的時候 至少有100到150個網站 來自於這邊 但是他們在寫一些關於 美國政治的新聞 然後當然他們測試過了 就是很容易相信這些新聞 大部分是就是 潛力的川普支持者 對 那因為他們的錢很好賺 所以他們就持續的寫 這些潛力的川普支持者 想要看的內容 所以最後就演變成 他們大部分人都在寫 支持川普的內容 以及攻擊希拉蕊 這樣子 那這個國家 從那時候的地位一直到現在 我們很好奇的是 這個所謂可以外包的一個 境外勢力到底到現在存在 它怎麼樣 它還有沒有影響力 因為現在大家很喜歡 談境外勢力 我們去看這個全世界 最經典的國家 它到現在還滿活著 那我們就是沒有想到 就是其實除了台灣之外 很多媒體也都在關心 他們的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那個追查一直到12月 去年12月 然後一直到今年3月 然後一直到今年3月 大家都還在查 到底馬其頓的這股勢力 是來自於哪裡 那我們就很努力的追查 就放到這一位 就是 奸詐的商人 對 有不能這麼說啦 商人嘛 就是要賺錢啊 對 那他其實 做的也算是教育工作者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你看他外面很多書喔 他一直跟我說他讀了多少書 然後 因為他爸媽 他媽媽是大學教授 所以他是一個很認真 有在念書的人 這樣子 然後只是 他就是書裡面 會有黃金屋 所以要套出一些 新的商業模式 這個人很具代表性 你還會講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 在追北馬其頓的故事的時候 就發現 國際上面在追查 主要是因為他們發現 在剛剛說到那個 Muller報告裡面呢 有追查出 其中一個 俄羅斯的網路 特派員嗎 對 他在馬其頓的 這些網站開始之前呢 其實他有入境過馬其頓 所以就是 美國人就秀到一些 就是可能性這樣 會不會這一群 就是所謂 失業青年 然後不小心賺到大錢的 這些馬其頓青年 其實是因為有俄羅斯的人幫忙這樣 因為當時候 馬其頓的情況 非常的誇張 就是一個有一半年輕人失業的國家嘛 然後收入非常的低 然後非常的落後 他們做假新聞是可以做到 一個月25萬美金的收入 就是想要加入網民的 等一下可以 對 對 然後 25萬的那個人的時候 他比較遜一點 他的同胞就是有人是百萬請跳的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就開始買跑車啊 然後買房子啊 然後不能上學都開始上學了 整個家裡面 就是發生了一個經濟奇蹟的感覺 對 整個國家翻轉 至少這些年輕人翻轉 他們說那時候大概一千多個年輕人 在做這筆生意 要是你你做我做 有些人很老實的 對 要是我我會做 很多人錯學了 就是 他就不需要上課了 我幹嘛上課了 上完課也就是找不到工作 他就加入了這筆行列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 可是他們想要學這個行業嘛 那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找他 只要交給他五百塊美金 之後他就會幫你上一系列那個 網路行銷課 對 所以報告裡面就會好奇說 那些調查的國際記者 一直到去年底都會問一個問題 這些年輕人 失業年輕人 在一開始到底怎麼有技術 有知識然後有經驗 可以開始做這筆生意 那我就問了其中一個青年啊 就是 看得到嗎 後面看不太到嗎 這是我們訪問教授其中一個 那時候賺大錢的人 就是二十萬美金啊 他說不夠多啦 那由於他的照片那也太帥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他是假的 就是 直到我跟他採訪之後才覺得 才證明他是真的 我就問他說 那你一開始怎麼開始 他說很簡單啊 就是 就是給他五百塊美金之後 他就會把你把網站架好囉 對 所以其實你就在學完 你沒有學好 他還是會把你把網站架好 對 然後接下來你就 每天去美國的新聞網站 把文章貼成 你就在那個十大排行榜裡面 把文章抄下來之後 改寫一下 改個標題 然後再上傳 他說 基本上不算是寫文章啊 就是 複製然後貼上 然後改寫關鍵字 然後廣告流量就進來了 然後就拿到廣告簽了 所以其實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那 關鍵就在於這個人的知識 好 那 所以 他的知識來自於哪裡 其實他說 他做這個網路 所謂網路行銷生意做了二十年了 就是 他是一個教授的媽 教授的兒子嘛 所以 在二十年以前 那時候很小的人 就是有錢可以上網 可是他媽媽有研究用的coda 所以他就用他媽媽研究用的coda呢 開始上網 然後就自學 學一些架網站的這些知識啊 很基本的這樣 他就開始從那時候做部落格 按照他的說法呢 他就是在紀錄自己年輕人 小時候在練習打籃球的過程 以及怎麼越跳越高 他就像在寫日記一樣 結果沒想到後來流量就越來越多 我在當時網站很少 所以要得到主目 希望那很容易 有流量之後呢 接下來最神奇的是 有廣告商來找他了 就是想要放一些 籃球鞋的廣告紀錄啊 一些體育器材的紀錄啊 他發現原來做這件事情 可以賺錢 然後他那個體育的網站呢 其實一開始就賣掉了 他是他第一筆 第一桶金 賣掉了網站之後 他就換了房子 好 莫名其妙的一個人 可以就是 屋外家裡面換房子 所以很多人就說 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很多人就想要跟他學 從那時候就開始慢慢開課 所以一直到現在 那是從很早以前 叫網站的時代 一直到現在社交網站 就是 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但對他來說 事情是一樣的 你只要找到對的題目 你只要找到想看的人 而且現在有社交網站 你有臉書 有Google 這些長友大部分人 數據的投放工具的時候呢 就更容易把這些內容 投到你想要抓的人的 只要你把內容丟給他 他就會願意點進來 他點進來之後 回到你的網站 你就會有廣告收入 對話來說 其實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那只是 他發現最好賺的就是川普 所以 大部分的人開始寫川普 然後沒想到這件事情 就被 就是 西方世界 以及民主國家 視為一個 相當具有威脅性的一個 境外勢力 這是他的說法 那我想要忠實地呈現他的說法 因為 我覺得我們如果從一個 生意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知道 就是接下來不管 Facebook會不會繼續做下去 他會變成一個 像Line 或是WhatsApp 或是IG 這樣不同的平台 新的訊息傳播的模式出現的時候 其實只要他的這個商業模式 基本的邏輯沒有變的話 這個生意可能是可以做下去 更何況是 全世界很多失業青年 然後 網路普及率也都非常的高 然後很多人會英文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追到三月底的時候 三月底的時候 臉書下架 2600多個 所謂不真實的粉絲頁跟帳號 然後在那其中就發現 大批就是 像他們這樣子 在做英文內容的 境外勢力 所以像澳洲 就有至少四個粉絲頁 總共長有13萬個粉絲的 這四個粉絲頁 其實是 來自伊朗 來自馬其中 來自阿爾巴尼亞 這些國家的 那 這些粉絲頁 他們為什麼可以到手 就是 我們都知道了 就買就有了 所以 其實這件事情 好像在發生 而且他們賺錢的方式 現在也 擴散到其他國家 至少七個國家 可以繼續學 像亞洲的話 就有菲律賓 有印度 這些 會講英文的國家 那只要你有辦法拿到英國人 或 或美國人 或是澳洲人的 流量的話 英文的流量是最高 就是廣告收入是最高的 所以這筆錢 就算馬其頓消失了 就算北馬其頓消失了 還是會有其他 繼續賺 我想這是我們做馬其頓報導 這個最大的 一個message 就是 生意在那邊 就會比較賺 因為每個人都想要賺錢嘛 發大財 所以對我來說呢 這個就是一個創業家 跟創業家的戰爭 所以 第一個 第一批創業家 就是剛剛那群年輕人嘛 第二個創業家是 佐伯格嘛 對 佐伯格說 不實之欲 這也是他個人的挑戰 我覺得那個挑戰 不在於 有沒有辦法阻止他 那個挑戰在於 他到底要不要少賺一點錢 其實他的商業模式 就是基本上建立在收集你的隱私 然後廣告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只要他的商業模式 沒有任何的更動的話 基本上另外一群創業家 也只是跟他一起賺這筆錢而已 那只是我們現在會發現這些 他們的賺錢 有一些破壞性的效果 而且是印象要空空地利的 那這樣子的壓力存不存在 這就要看你在哪個國家問了嘛 2016年的時候 在美國可能開始有一點這樣的壓力 那時候台灣有這樣的壓力嗎 好 那我們現在再問一次 2019年的時候 美國擁有的壓力 以及台灣民間有的壓力 大家覺得大概是怎樣 如果美國在這邊的話 台灣在哪裡 台灣比較高的確定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平台到底都不會有所作為 除了政府要處理之外 就是民間使用者到底要不要施壓 這個一直是在台灣的討論裡面 被遺忘的一個角色 因為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商業模式就放在那邊 除非他的使用者 豪氣他了 或是施壓他了 不然的話這個平台 很難有光明正大的理由 去說什麼 就是我跟阿端還有小班 可能在很多國際會議都看到Facebook的人來 然後他就會直接面對所有人的質問 然後就說 那不然你們來當看看啊 有一次他就很惱羞就這樣說 他說你來你來管啊 就是要大家去面對他每天面對的選擇 就是你要怎麼刪除言論 你要怎麼管制這些帳號 但是你要同時怎麼保護你平台上面的自由 就是他覺得不可能做到 因為你商業模式就長這樣啊 所以怎麼可能做到 所以 民間的角色是在這樣 戰爭當中最重要的 好 給大家看一支我們同事做得很好看 每天 我們叫劉滉滉滉滉滉 的叫劉滉滉 收集了很多社會 From the world 或你在ARYaal 每天 我們可以取消固點 20至30 可能和他們會拓光 或者 20至30 資料 每天 都會拓光 或者使人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 社会我们的社会 每周期我们会有两个集团 我们在每一集的集团 说到五个集团 所以有十个集团 或十个集团 因為, 政府正在用一個新的方式去解釋文章 而之前,我們只是在流行的報告, 但現在我們正在用一篇方式的方式 和一篇方式的方式去解釋文章 好,剛剛那個影片其實是我們在去印尼採訪 然後去了解他們政府到底做了什麼所產生的影片 當然有一篇文章專門在講印尼政府無召大家的歧視 有看這篇文章請舉手 喔,你們大概是全台灣唯一有看的人 因為這篇文章流量非常的低 對 所以當大家在說我想知道假俊倫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都很懷疑 對,因為通常就是網軍的逆星流量就會超高 但是就是該怎麼辦那一篇是相當低這樣子 不好意思,但事實上就是如此 好,那剛剛那一篇就是要講的就是政府能夠做什麼嗎 那裡面最後的答案就是公民角色 公民團體的角色相當重要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知道一個國家打假的極限 以及打假能夠做些什麼事的話 那篇文章可以好好看一下 我在這邊不多說 主要是因為對你們來說可能還是很無聊 所以我就是不多說 那還是講他有趣的網軍好了 對 這是我們在印尼訪盜的網軍之一 他就是德聯剛剛說的那個操作的團隊之一 只是說因為印尼的那個國家比較大嘛 然後2.7億人 然後選舉規模也相當大 那是世界第三大民主國家 但因為今年的選舉總會有五項選舉要同時舉行 從地方議員到總統 所以從單日投票規模來看的話 他是世界上單日最大規模的投票 但是這樣大規模的投票裡面 加上這麼多的人口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網軍產業 我們就去看 那基本上他扮演的角色 就是剛剛德聯講到的小隊長的角色 他手下有大概10到15個人 每一天觀察網路上面的風向 寫成報告之後呢 交給他上頭的人 然後上頭的報告說 那我們今天要帶的風向去那邊 請你現在立刻馬上 產生新的影片 新的內容 然後新的argument 然後透過你手下10個人去發動 手下10個人 每個人可能就有100個以上的帳號 所以像這樣子 10到15個人 就是一個月你只要22萬台幣的話 就可以爆他了 就是24小時的不斷地去 在網路上面 就是透過他們手上的大概1000多個帳號 不斷地去帶風向 他就是那時候做了很多的case 然後他其實一開始自己只是一個學生而已 他就說朋友就說一個 你輕鬆的工作可以吹冷氣 然後打手機 然後就賺錢 然後來 Why not 他就去了 去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些所謂的網軍 然後他就一路走下去 後來變成小隊長 他那時候說呢 其實在印尼 大部分的 各式各樣的案主都有 那他覺得 其中一個比較誇張的就是 當時候印尼有一個 相當戲劇性的殺人案 就是 兩個女生在廣場的那一咖啡店喝喝咖啡 喝到一半之後 那個女的昏倒了 然後她死掉了 然後發現 咖啡裡面有氫化物這樣子 就宛如一個 就是 對 然後大家就很愛八卦啊 當然就一直看這個殺人案啊 然後最後發現 喔是跟他喝咖啡的那個女生下的毒呢 對 大家交票真的要怎麼小心 結果這個案子 因為有太多的關注了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那邊 吵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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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現那個 後來那個 就是被視為嫌犯的女生 就去聘了 王軍 然後下來帶方向 然後相當成功 對 因為民意壓力太大了 所以那時候警方跟檢察官 台灣有一些很爭議性的做法 尤其又因為那個嫌犯 其實是澳洲級的 太明瞭了 對 所以他一直說 那我應該要回到澳洲去 然後 但是印尼那邊就是很快的 想要把這個案子解掉 所以他就開始帶方向說 喔就是國家暴力啊什麼的 結果後來結果就是 警方就找上了他們 說想要請他們也開始帶方向 所以就是 嫌犯BS警方 其實你看真的沒有人在看文章 但是大家已經第一次聽到 文章寫太長了 對不起大家 好 所以就是他們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各自聘網軍 各自帶方向 然後最後就發生 他就覺得這一切實在在荒謬 所以他的quote 就是跟剛剛得演講的一樣 就是你們看到的民意 其實都是我們在作戲 就是因為我們每天就這樣互罵 你們以為那是真的民眾的討論事情 其實就是不同陣營的網軍在作戰 那這個聲音一直持續下去 像是選舉的時候 他說就是至少每一個陣營 都有一個building 一個building的網軍來算 24小時的輪班 這樣持續下去 所以規模只會更大 不會縮小 那這邊要特別介紹他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訪完他之後啊 突然覺得迷失了 就是我們去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找網軍 但直到遇到他之後 然後我跟攝影師就問了一次一個問題就是 欸 那他是網軍嗎 他是一個就是左柯威先生總統的瘋狂支持者 他支持他超過八年了 他瘋狂到為了他這次要選舉呢 去為他就是環遊整個印尼 然後去檢視他的政績 然後記錄然後PO到他的那個網路上面 然後他詢回的同時呢 也到處收集那個支持者的帳號 所以他現在有兩萬四千個支持左柯威的支持者的群組 在他手機上面 所以他有好幾支手機 然後不斷需要充電 然後不斷來震動這樣子 他就是一個把自己變成一個實體的網紅 以及雲亂上面一個號召者的角色 慢慢八年來利用左柯威把自己創造成那個角色 他的角色之重要 連左柯威都見過他 你覺得他在網路上面說的話其實蠻有道理的啊等等 所以像他這樣的角色對我們來說 你可以說他是網軍嗎 他的效果可能跟網軍一樣 就是他一個人可以告訴全國兩萬四千個人做一樣的事情 他可以做總統的競選顧問也可以嘛 因為他掌握於錢能力很長 然後他也可以就是不斷的利用這樣子的政治 bombing的那個系統裡面去幫自己帶來很多的生意 像他手上的書啊 T-shirt 啊這些 其實後來的人告訴我們 他都是有拿錢然後做出這些東西的 看來光是線上的各種內容 他的生產其實都是有收錢的 所以像這樣新的角色呢 也是我們想要帶給大家思考 就是當民主走到這個時代了 就是整個民主可能很大部分是建立在線上的討論 或是線上的輿論的時候 新的角色就像網紅這樣的角色就會出現 他跟傳統的名義代表 或是跟傳統的樁腳 他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他破壞力是不是更大 還是等等 像他其實中程度非常的低 他說他每兩個禮拜就會跟對方陣營的 就是網紅們見面 比較一下彼此的行情 所以我就問他說 如果那這次左科會輸怎麼辦 他說那我就找下一個支持 就是下一個候選人去支持就好 就是24000個帳號可以帶著走 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場遊戲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認知民主 我們要怎麼認知在線上的這些角色 我們要怎麼定義網軍 我們該觀測的網軍 到底是哪一些人 我覺得都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看印尼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下一頁 好 最後一張了 其他後面不要講的時間差不多了 這個是 我相信這邊有很多老師們值得看到這張圖 這就是其實在研究網軍的架構的時候 網路裡面常出現這樣的東西 最上面就是下訂單的人 就是他有可能是政治的客戶 他也可能是商業的 然後就會下給這個頭 主要的頭 然後他下面就會有網絡 第一個網絡就是 就是像剛剛說的那樣的網紅 他有辦法一定策略 然後根據風向 就是抓出一些新內容 然後決定我們今天要產生出 可能是圖片啊 可能是影片啊等等 然後帶隊去製造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位 然後再傳下去呢 他們可能是一團一團 手上有很多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帳號的 這些operator 然後透過他們的帳號傳出去 到這邊才是真正的 就是沒有拿錢的人 就是一般人這樣子 透過這樣的節奏呢 他們可以很快速的在操作風向 這張圖其實跟下一張圖有點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左邊就是剛剛那張圖嗎 然後右邊是2016年 我還在商周的時候 我們做了ISIS網軍的分析 其實那時候ISIS的網軍它的架構 基本上跟這個沒有像太大的差別 ISIS只是2015年16年最把網站打最好的人 基本上後來川普的那些白人主義分子 大部分學的戰術是從ISIS學過來的 所以你把這張圖跟這張圖做比較之後 其實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在觀察所謂的 Bisinformation這樣資訊戰的時候 跨國的比較是必要的 因為基本上大家的平台並沒有上差太多 像PTT這樣的匿名的論壇在各國也都有 所以當你要在網路行銷的時候 可以用的手法 基本上是很好做跨國參照的 因為其實不論膚色不論種族 其實除了議題不一樣 但是人性其實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尤其在網路的使用行為上面 所以這樣參照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在談的網軍 其實真的不是新的東西 它的結構它無論就長那樣子 所以也想跟大家說的事情 從馬其頓到現在看 這些東西就是行之有連 而且不會消失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讓網軍歸零的話 我覺得那我就好好的祝福你 接下來影片大家可以 接下來就是有時間看 我們主要接下來 後面兩篇文章是要講 基本上它是一個這個全新的時代 後真相時代 就是網路資訊上面就是 真假的界線相當的模糊 那我們怎麼要面對這樣的時代呢 就是我們訪的兩位 一個是虛擬的候選人 然後一個是要能做假照片的攝影師 來回答到底現代人 為什麼需要假的東西 現代民主的現代政治裡面 為什麼假的東西會受歡迎 那後面代表什麼真正的現象 而那個真正的現象 對我個人來說 是解決所謂不實資訊 跟修普信任的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整個體系中 總是會有人失望 總是會有人絕望 他們在既有的體制裡面 找不到他們的希望 或是他們覺得自己 一直沒有辦法發生的時候 他就會在網路上面 尋找另外一群 可以替他發生的人 而只要抓到這一點 你未讓給他那樣的消息之後 他就會跟著你了 ISIS就是這樣起來的 那我們也透過那個專門 我們做假照片的攝影師來回答 人到底在不在意真假 大家覺得人在意真假嗎 攝影師的照片是 人覺得什麼東西對他最重要 他就會按讚或是分享 就是雙感很高的支持這樣子 真假其實真的不是重點 所以很憂鬱的結論 但後真正的時代 我覺得大家重新要 有一個更往前的一個思考點 可以去想我們現在所面臨到的一切的問題 或許那才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 好 謝謝大家 我們刺青講到最後 有點疲憐 大家回去要去補看 那個刺青鹹的欺騙文章 剛剛那個北馬其論是這樣 那個人他在他的名片上 就是他有兩個名片 然後第一個名片是 The man who accidentally helped Trump win the US election 那他現在就是 他本來是沒有把 accidentally放進去 那第二次他就比較謙虛一點 是不小心幫助川普當選的這個男人 可是你可以看到 剛剛志雲說這個 business model 不會改變 所以這個人可以堂而皇之的 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就是這麼夠力 我就是那個不小心幫川普 就是獲得選舉的那個人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從俄羅斯那邊有 因為很多高事業力的人 他就慢慢往東歐去 然後到北馬其論 他們就開始用非常小的成本 然後開始做這件事情 在那個環境裡面 ethics本身不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議題 他們就是要活下來 所以這個產業不會改變 那台灣作為一個那麼小的國家 我們也好像沒有辦法 施加平台的壓力 因為每一次跟 剛好也沒有臉書的人在 每一次臉書的人 他可能在 就亞洲總部在新加坡 他每次在台灣開會的時候 都會給你影片 可是像報告者的編輯 他小編永遠找不到這個人 如果說我們的文章 也不小心被刪除了 然後我們因為演算法的東西 我們的文章沒有辦法出現 我們是永遠找不到這個人的 你完全不知道 這個演算法 為什麼把你下架 所以作為一個小國家 印尼有2.7億的人 他的傳播部長可以說 如果你再不抑制 這些仇恨言論等等 我要下架你 可是台灣沒有辦法的時候 作為一個沒有中介的負責人 我們的公民能夠做什麼 好那現在還有25分鐘 30分鐘 有沒有人想要對德蓮還有志欣 有任何的提問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建議 因為我想在場的內人也非常多 我們是不是每一次蒐集三個問題 然後請他們回答 大家還在思考 好最後面有一位 然後呈現嘛對不對 麻煩一下最後面 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 然後還有嗎 還有另外一位嗎 那問題就麻煩 就是精準一點 第一個是 可能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前面有提到說 要用他的mail來創建這個帳號 是他的mail有什麼特殊的特性嗎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前面有提到比如說 引心這個問題 然後有人可能提出一些科學的證據 然後證明說他不是真的問題 可是這樣的話不就是 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良性的討論嗎 那只是說提出這個人 他的確是 可能有收了錢 所以他還有他問題 可是他如果提出說 都是真的的話 那這樣 反而是變成說 你在質疑領先的人 你反而是 故意去忽視那些科學的證據 那這樣反而就是 是在質疑的人 他本身才是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你不去相信 科學的證據呢 那如果說今天是一個 我覺得引心被 無論是什麼 好打不平 那我的引心 他是被過度的渲染或什麼 那我提出了這個科學證據 那我跟一個網軍 我去提出一個 引心是正確的 是沒問題的科學證據 那這差別都在哪裡 就只是差在說 有沒有收錢 那可是做事情 就是都一樣 好 這兩個剛好都是針對得電的問題 一個是 為什麼是要打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收了錢 然後我還是去 我公布的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科學 當然科學有不同的派別 或者說它是怎麼解唸出來的 那待會可以請何蓮來 幫我們回應一下 謝謝 那個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那個就是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 就是兩位採訪的經驗之中 就是他們的網軍 是如何衡量他們的影響 以及價值 比如說就是 假設好了就是說 今天比如說 比如說發生 比如說福報這個事件 然後有特定的政治勢力 他們想要挨網軍 就是說想要帶起那種 支持福報的這個網軍 那他們網軍會有辦法跟你說 這個東西我大概要花 比如說 五千個帳號 或者說大概多少萬也 可以解決 就是他們 你們在採訪過程中 會有類似這種 他們 可能要自己影響力或價值 就是他們怎麼寫結案報告 他們怎麼寫結案報告 好又是 可能 兩位可能都可以 還有沒有第三位 好 我是很想問那個德雷 有沒有去追馬來西亞 其實他們運作很多內容 融場在台灣的這條線 感覺到北馬其實都很放心 有 有 好那我們先請有點回答好不好 就是關於Harmel那個呢 我不知道 他就知道 他就是教學是這樣子 他上面有人好像問 就是為什麼他要問Harmel 他可能是說就是在認證上他比較方便 就是比如說他審訊一些 我記得是一些實名的認證 好像是這樣子 對 那這部分我們可能可以之後再去了解一下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關於頂星這個部分 我想我的例子可能舉得不夠好 就是 如果他提出的是一個科學的證據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很好很正當的討論 那我以另外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比如說 在當時頂星案件的這個列有案發生的時候 就是他們會也同樣去啟動了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那他們去啟動這樣的模式 他做了 他並不是去提出一些科學的證據 我要講的那就是說 他除了科學的證據之外 他很多東西是摻雜起來 比如說 除了科學的證據之外 摻雜我個人 就是摻雜網軍個人 或是買主個人 對於這個品牌的愛好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去評斷這個品牌的好壞 而是他要去帶一個風向 我覺得這才是最主要的一個討論的重點這樣子 然後 然後如何評估那個影響力 我自己這邊得到的一個模式 是他們會用大數據去做分析 這樣的分析手法就是 比如說他去抓一些 透過爬蟲去抓 比如說 這一個事件他有哪一些關鍵字 那這些關鍵字當中 有哪一些是對這個事件是 他是正面影響或是負面影響 那透過這個東西他去 比如說他可能設定是三週 三週之內我要讓這樣的正負影響 就是趨雲平衡 對 就是他們會有其實 大部分是透過這些大數據去 呃 評估 就是有一個評估的報告 這個當然也是 就是在其他報告中 他們一定會提出來的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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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就是 有啊 就是 像農場這部分我還在 了解 就是現在可能還不變 對 私下交流 對 不過台灣已經有了政治公關公司 他在馬來西亞 去年馬來西亞大學的時候 他已經在幫馬來西亞操作 台灣在這邊的 就是大馬人的那個印象 所以其實台灣的行銷公司非常的厲害 那我回答一下就是說 呃 我們在講說 呃 如果隨便講定星號 他用一個科學的報告 剛剛給我講就是 他可能用很多專家的口吻 剛剛那個口碑 口碑網軍裡面看到 他可能用專家的口吻 可能用個人的經驗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 像六青 他即使是製造這麼多污染和空污 他還會就是 呃 就是在 在周邊 他會 很多老人家學班去 到廟裡拜拜嘛 他會有一個巡迴車 就是每天接送你去看說 啊 這邊有很多的活動 那透過這種包裝和活動 他會告訴你說 六青是沒有製造空污的 好 那我們數據給你看 所以其實科學的東西 其實他必須要驗證 包括說這個是寫的報告 這個報告是不是真實的 不然有錢的人 其實他很容易 操控這個科學的數字 然後告訴你另外一套事實 好 我補充一個案例好了 就是 呃 這個案例是當時候那個 林一涵事件之後發生的 那 就是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大家對這個事情很憤慨 或者是比如說 知道一些 藝人對這些 心腸的消息 就是 當時候 我們有聽就是 有一些行銷公司的 提案內容是 他主打的是 合議性交 那這個東西就是 呃 你要說他這樣助腳 這個東西你是沒有辦法去 辯證 可是這個東西它成為一個 就是 呃 打風向的一個角度 就是除了科學的證據 個人經驗 就是其實各式各樣的這個 呃 我們會想到的角度 也都是這些行銷公司會用的角度 所以 呃 所以這才是我覺得 就是可能比較需要討論的 他講的比較穩婉啦 就是說 當時古教老師 跟林一涵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要講的是這個嗎 那我要把你口意這樣子 所以當古教老師 如果 我們現在都是說假設 他是有聽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的確有提到公司 他接到案子說 那我現在要開始主打合議性交 減少 也許是 大家對於古教業 呃 這些老師們 對於 的傷害 那這個只是一個舉個例子 的確有行銷公司 和 行銷公司接到這樣子的案子 那我可以想想 在一個free market 就是說自由的市場裡面 言論 可能本來就會 自己去尋找到一個balance 可是現在是有人為的方式 他想要manipulate 尤其那些可能耳根軟的啦 或者是說 他有強烈的信仰的人 他其實很容易manipulate 那你的自由市場 基本上就不是在一個 因為沒有被揭露嘛 這個訊息又不像說 這是廣告 這個是暗狀 不會有這樣的被揭露的狀況 你就很難去抵擋別人洗你的腦袋 那我想得連得 剛剛分享的意思是這樣 好 有沒有 下一波 好 好 這位 然後這一位 好嗎 他那個 題目在展開一點 好 謝謝 那就是對這好像網路上啊 就是 現在不是什麼 某政治的路粉啊 他們 對啊 就是發大財粉啊 他們最近常常去攻擊 就是講出實話的 就打領 他那位市長的 那些網軍帳號啊 那他們 據說好像很多都是來自國外的人 到底他們這些是怎麼利用 或 他如果真的查的話 到底到底去高不高 好 就是說 某位裡面的方大財的市長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 我主要是想要問 要從政府面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政府其實最近做的做法 比較算是直接設一個帳號 然後就澄清說 我們做 我們事實上這個訊息是有錯誤的 或者是說 就是在PTT啊 就直接設一個 他有自己的帳號 說有任何位置可以接問他 他會自動發言 但這樣的話 不知道從國外的角度來看的話 算不算不算 或是有效 或是說 那個事實上是做買工的 好 那我想 是不是自行來回答 因為就是說政治人 不管是哪個政治人 或他是不是 透過就是 國外的代理人 來釋放訊息這件事情 那 政府有沒有一些管道可以幫你 還有就是政府現在的做法 是不是有效對不對 好 有看過 如果澄清 就是 事實查核結果 在你的平台 任何的一個網路片 上面出現的是舉手 喔很多欸 這裡真的是同溫層 你們是主動找他嗎 主動的舉手 還是你們都在那個Cofax的社團 社團 就是嘛 只有後面才是主動 好 那 好 現在是社團大會的意思 好 事實走不遠 就是各國在做核實的結果 都他們都是這個結論 所以 剛剛影片裡面看到一個 打扮很奇怪的人 那個叫做 假新聞小姐 因為他們政府就避到絕路之後 產生了一個新的小巴拉 就是 想要做很有趣的節目 然後每 每天 每禮拜兩集 然後五分鐘的 時間 短短的 告訴你十件事情 十個 這個禮拜 就是他們 打破的謠言 這樣子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成立了上百人的戰警室了 24小時 不斷地澄清那個謠言 然後產生 每天 產生report 然後 新聞上面也有 當每日謠言 這樣子 等等 可是效果很差 因為沒有 他沒有辦法跑得比謠言快 因為謠言就是 新三色嘛 就是很有趣 所以 他們才要再進一步的想這個方法 所以你剛剛問說 設立那個澄清窗口 這件事情的話 到底有沒有效 就是 就在場的人來說 好像還蠻有效 但我覺得 在場之外的人 有沒有效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 身旁的人 有沒有人也一樣 對這些事實 有相同的興趣 如果 跟謠言比起來的話 那我覺得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大概還有很多 其實 事實澄清其實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那個澄清的方法 也是 需要再 再有一點創意的 呃 剛剛有一個問題 是問到那個 所謂的 粉 這件事情嘛 對 呃 就是 我沒有做那個 台灣的那個 採訪啦 所以 而且我是記者 所以我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我沒有辦法 講出一些 呃 大家想聽到的答案 對 呃 但我可以給一個 思考點來參考 就是 呃 我們都已經知道 所謂的境內 跟境外的差距 其實只是把 你的IP位置改變而已 然後你也可以用 VPN 這些東西來做 所以 我們要不要用境外跟境內 來辨別 我們該不該在意這件事情 我覺得 這個思考點是可以 再深入去探討的 嗯 因為我們都知道那個位置 是可以改變的嘛 對不對 對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 知道有哪些位置 可以出現在 PD上面開的方向的話 可以參考這一期的 天下雜誌 對 然後 他們這一集也做了很多 那個 大數據上面的分析 就找不到蓄力啊 來的IP啊 然後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昨天也跟他聊天 就是 他說這個很簡單 就換個IP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要不要用境內的境外 來分 這是一個 需要在商圈的問題 那他到底是不是 是organic的流量 還是說是創造出來的 這件事情 就是 當然可以追 操作的手法有很多種 對 那我總是覺得 對於 那可能是記者的工作 可能是經營救者的工作 但如果平台沒有把PTA放出來的話 那一定不會有答案的 而且 就算你有了這個禮拜的答案 下禮拜他的手法就變了 對 所以 我不確定 呃 現在各媒體一直砸軍火 在找出這些證據的時候 行銷公司是怎麼在看我們的 就是因為 他的手法跟技術 就是心願意嘛 那 我重新回到讀者的角度 讀到 回到你們的角度 你們應該在意的 到底是不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 那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 就是說 呃 我們在意的應該是手法嘛 還是說 當我們知道 網路上面任何事情 都是可以操作的時候 那我們想一下 我們該怎麼辦 比如說 現在很多人在想 很多人在做事情啊 找新聞清潔機啊 然後等等等等啊 或是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公民團體 去對平台施壓 至少你把北塔放出來 或是 至少回應一下民眾的需求 或是要求政府去做這些更多的事情 這樣的施壓其實也都是應該可以做的事情 給大家參考 嗯 好那個謠言都沒有走得比真相快 那 其實大家為什麼會 有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在做這一套系統的時候 在做這一些系列的報導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在問我們自己 就是 我們到底喜歡點什麼樣的內容 那因為 我們也後來發現說 呃 去跟那些粉在溝通的時候 其實就算你把事實彈給他們 告訴他說 那些是講訊息 他反而會覺得 你在攻擊 攻擊我的神這樣子 所以有些人他 基本上他在心理的素質上 或心理的 比如說我們在講那個 美國總統大學的時候 民主黨的Sanders 其實至今在訪問這個網軍的時候 他們就說 要對Bernie Sanders的受眾 提供訊息的時候 他們是比較不接受 因為他們只願意接受有事實根據的 Fact based 所以可以看到不同的候選人的支持者 他們的狀態是很不一樣的 有一些人他是比較能夠Rational的去思考 所以他不會輕易的接受訊息 那有些人不是 他會覺得 我就是看到了 我想要看到 我想要聽到的 所以這的確是每一個人的功課 好 那還有朋友 發端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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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回 那個 那一篇比較少人看的文章 就是在說 政府 畢林政府怎麼打架 可是你又說 那個真相走不遠 大家不會是那個 事實 那我想要問說 你怎麼評估他的成效 就是說 或者是換個問法就是說 怎麼去讓這個社會 更多人 重視 珍惜 這件事情 或者是 政治人物 或是公共人物的 整體 這個一致性 那我們怎麼做到這些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有沒有興趣啊 還是在做一些 國際的研究上面的時候 不要再去找這種 假新聞很嚴重的地方 我們去找這種 假新聞 不嚴重的國家 他們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他們可以領域 這樣 他們的文化為什麼會 更重視政治人物的誠信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跟他們差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 Alice Kale 瑞姐他們其實就是 我想很多 有哲學課的國家 整個撞胖不會 撞死 好 謝謝阿娜的問題 參加回答 會 我們會做相關的報道 然後 大家記得到時候要點開 他這裡面時報的東西 都點開 台湖好擦喔 好不好之後自然 對 對 我平常在南部啦 所以我才是 我才習慣台北青棚 然後 回答了那個問題 然後 第一個問題呢 有沒有覺得他們做的東西有成效 我們說的五招 就是印尼珍不在打架 其實我自己覺得 真正重要的一招 就是 他們有一個民間的運動 然後 超過13萬人 就是在 雖然2.7億支13萬還是很小 但是至少13萬人 在全國 不是幾個城市 都發起一些 新的 教育的program 就其中包括網紅學校啊 包括親子的教養啊 這些 重新來修數位這堂課 我不確定大家 記不記得我們學校 就是裡面有過電腦課 就是 小畫家啊 或是我的 打字 這個在印尼也是一樣的 像在2013年的時候 把這堂課拿掉 他們覺得 這些東西 其實在家裡學都可以了 對 但是網路這堂課 到底該學的是技術 還是說 你要培養的是網路素養 這件事情 所以在印尼 這群公民團體 這群公民運動 背後其實是那時候 在教這些課的老師 他是要跟政府說 不是 我們需要這堂課 因為他不只是技術的 他要告訴大家 在網路快速普及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培養的是網路素養 所以 必須把這堂課收回來 但政府一直沒有收回來 所以他們才會 就是 靠自己的力量 再發起這堂全國性的運動 我覺得運動有效 這堂課是因為 今年三月 他們把這件事情 放回課綱了 就是國小 國中高中 都一定要修 所謂的網路素養 這個是這群公民團體 做出來的 他用自己的 過去這幾個月的努力 去判出來說 我們有哪些program 應該提供 教材都已經產生出來了 老師也都幫你找好了 全國上百個 九十六個團體合作起來 在推這樣公民運動 所以各項資源都進來了 那等於是一個現成的東西 然後不用這樣子龐大的名義 去要求政府說 以前沒有這堂課 現在請你放回去 而且我們照材都寫好了 請你直接做 就做了 所以我才說公民團體是最有效的 因為這件事情 一直到最後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 現代的公民需要具備的能力 就是包括媒體制度跟網路素養這些 那這個是我們一直沒有討論的 就像上一題 大家在問說所謂的韓粉啊 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問這個 主要是來自於資訊站 這件事情的那個框架之下 都在意這件事 那大家都知道資訊站 我2017年寫的時候 就寫了資訊站 就是俄羅斯他們從2014年 就頒布了這個作戰方法 接下來只有四分之一的國防預算 會用在你看得見的武器上面 四分之三的預算是你看不見的 資訊站就是會一直發生 它的手法就會一直更新 你會看見的都是很low的 你看不見那些駭客的手法 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在上面 它是可以直接攻擊國家基礎設施的 那也屬於資訊站 我們可以去探討在平台上面 怎麼擋下資訊站中的其中一環 也就是干擾 我們可以不斷地去追資訊站當中的這一環 去擋下他們操作我們輿論的手法 可是我們也可以讓我們自己的抵抗力上升 也就是不管它現在在哪一個平台上面干擾我們的輿論的時候 我們的公民本身就有抵抗力 那個也是對資訊站作戰的一環 所以通常大家聽到教育的時候就投逼逼了嘛 就覺得這好無聊喔 就是現在在打仗就是幫我講教育 這個也是打仗的一部分 因為資訊站的真正的殺上帝就在於每一個人都有站台上面的人 所以你去擋下某一塊其實 你還是會漏掉其他塊嘛 那最直接的就是你讓每一個人都有能力上台作戰 所以印尼的作法就是趕快補課啊 那它有另外跟基金的作法就是培養自己的網軍 他們教媒體或是所謂有正能量的內容 也可以去跟網紅學習說 怎麼讓你們的聲量變大 希望網路上面不要只有網軍操作出來的內容 它希望達到至少才能達到平衡 我是不贊同這個做法 因為這樣子走過還是會賺很多錢嘛 那最關鍵就是平台字要不要改革 可是在那之前印尼選擇這樣做法 就是試圖在內容的選擇上面可以達到平衡 不要只有一方的說法 我想現在在談的每一種approach 都是資訊站要達的一種手法 只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當我們只在意某一個地方或是某一個議題 所發生的某一種手法的時候 我們會忘了其實我們有很多事可以做 而這也是我覺得2017年到現在 台灣政府我覺得還是動得不夠快的原因 因為他忘了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 那個劉志欣比我會promote報導者 這時候報導者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製造講新聞跟講訊息 我們是一個可以信賴的 所以選擇這件事情化妝用哪裡 你每天的digest的媒體裡面 到底有哪些是屬於內容農場 你要不要去screen一下它 filter一下它 到底哪些是你可以信任的來源 然後哪些媒體是你相信的 選擇這件事情變得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再來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是不是在開放三個問題 有沒有 好 後面白衣服的那一位 然後還有一位 然後還有一位 您對不對 然後這一位 先把衣服的那一位 然後坐下來的那個先生 再舉一下手好嗎 讓志工可以看到你 我理問是那個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 網軍的這個現象 說到就是以行銷這樣一個方式 那如果說從法律的角度 法制的角度 還有以網路安全 還有網路的一些犯罪來說的話 那是不是能夠從這樣的一個小度 去切入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些管制 比如像普遍我們一般來說 有所謂的詐欺罪 那這樣子的一個假的一個操作 導向風向的方式 能把勢力的詐欺 就是說有什麼樣的法律的手段 可以來處理這件事是嗎 另一位先生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確定說 我吸收的資訊證證 就是說 不知道因為你和台灣的 政治的狀況都不一樣 因為 他從選舉到現在就是非藍及綠 以前 那現在可能有藍綠之類的 那 剛才有講到說如果資訊證 這種假新聞 我們針對的是所謂中間 憑中立者去影響的話 那我好奇的是 台灣的中立者到底有多少 如果我們說中立者 他是不是在台灣是關鍵的少數 也不是大家所謂覺得 假新聞原來就是多數 吸收之後 然後產生了一個 不好的 決定性的影響 我個人就是認為 台灣在中立的角色 是非常少 因為在政治這一塊版本上面 所以我的好奇是 假新聞在政治操作上 對台灣來講真的是非常的 影響力很大 還是政治的關鍵點是在於 每個人的素養 對於政治 或是我們選擇的 政治人物的標準 其實是很低估 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本來就是 有點藍綠對決的社會 是嗎 對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基本上沒有什麼 中間權名 只可以被影響 是 好 我先確定你的問題 好 那這邊 這邊 就站著的這位 其實剛剛這邊自我介紹 沒有介紹到 所以我只補充一下 我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我是環保團體的曾宏文 那其實我們近期呢 是深受假新聞的 過害 我們其實就是假新聞的受害者 那 我很想要問的就是說 稍微簡短講一下你們怎麼受害 OK 好 很簡短 我怕耽誤大家實際 好 上禮拜我們辦了一個 廢核遊戲 那 河中呢 他們就來現場來拍了一些照片 然後就開始就在網路上 PTTR轉穿 然後說我們現場的太陽能板 沒有 接線 然後甚至哪一個不是我們現場的照片 一個有柴油發電機 然後就說 宅長 直接抹黑 然後就說這是我們現場的 柴油發電機 因為我們標榜就是全太陽能的舞台 跟媒體區這樣 然後他就先他就拍了兩個照片 然後放到網路上去 然後就來抹黑我們 那 我們當然是回去很晚的才發現 所以就在網路上已經就燒了一波了這樣 那 之後呢 我們當晚也馬上做處理 就做了神明出去 可是神明出去呢 這個效果就會很有先 因為已經就很晚了 可能很像12瓶 一個是這個神明出不去 然後第二個呢 是當這個當然又延燒了 可能到隔天都還在燒 可是他們要止血的方法 就只是說 那我們弄了錯誤的照片 所以搞錯了 意思就是有點想要把它淡化掉 搞錯了然後道歉 可是從剛剛前面的那一個 我覺得今天前面的那個 整個實在太精彩了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非常非常惡意的 甚至散不假訊息的人 這個就是他們和能流言終結者裡面的理事 只是很和諧的幹部 他絕對不會只是一個不小心弄錯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是有組織很惡意的 在散布這些訊息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回應 或者是這個訊息 當他出去之後 我們也已經很難再去追到 後面怎麼樣把這個東西給弄好 那我們長期在面對 這樣子假新聞的這種資訊戰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擾的 那對一般民眾來說 可能大家對於這種挂、八卦、爆料 他們會很有興趣 然後就把他轉出去 可是對於澄清其實是比較不會去做 所以你的提問是說 我提問是 第一個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分辨這個界線 對一般民眾來講 他到底是搞錯了 還是他是一個假新聞 他是一個造謠 這個界線是在哪裡 然後第二個 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個實際 要實戰要面對的時候 又有怎麼樣的方式 才能夠真正有效的去 不管是澄清也好 還是適度回應也好 我覺得這是這樣比較困難的 好 謝謝 好 第一個就是說 有沒有任何的 就是法律的手段 能夠來做 雖然我們這個政委羅秉 羅秉承先 已經要進行第三波的法律的修正 從去年年底一直到現在 包括選舉報名法 還有的就是總統的選舉 就是政治廣告這一塊 那還有當然就是 我想政治信心法也是一樣 可能他們要管那個money flow 但是還是回到 我想得也可能可以回應一下 法律的這一塊 還是你們倆可以交叉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的中間選民 他的假設是說 其實我們中間選民不多 那 蕭蕭有在嗎 蛤 蛤 你是學政治學的 你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 不好意思求救給你喔 你不要在那邊沒有什麼話 那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遇到 一般的讀者或者是一般的觀眾 不知道怎麼去辨別 他是惡意還是 他是不小心的 我們怎麼辨別 那對於行動者來說 他有什麼可以做的 來 我覺得好挑戰喔 真的回答 我覺得就是 剛剛大家提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自己也有在想 就是 剛剛有一位朋友就是說 比如說國安局職業單位 他其實在 上週有開過一個會議 針對這個訊息站 他其實有一些回應 那他裡面有講到就是 2016年以來 陸續有兩波修法 第一波就是在 這個網路假訊息的部分 他針對 比如說在災害防救法 或者是在刑法這部分 就是他會去加重這些 上部謠言的這些人的罰則 可是就是 比如說對我們自己來問 就是這些謠言 他到底怎麼樣判斷他是 謠言呢 那行銷公司的人他會 他有講說 比如說他們在做這些訊息的時候 他比如說八成是真的 兩成是假的 那這個兩成他其實就隱含在 在於眾多的真實的訊息中 那有一些他又是利用 我們對事情的不同的觀點 或立場來去做包裝 那這個東西他其實 在我自己覺得 就是在法制層面上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難防範的部分 那我覺得就是 比較一個比較 直白的應對方式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 剛剛志欣說的就是 我們自己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怎麼樣去 如果看到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第一時間去 因為立場跟我相同 我就選擇去相信 還是我要去做出 一定程度的查證 或者是了解之後 我才去下判斷 我覺得這個 對從我們每個人的角度來看 會是比較好的應對方式 因為我覺得法律 比如說你現在 各國提出草案 那修完法可能2019、2020 那他能不能即時去應對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一定難度的 沒有 沒有 你一分鐘回答 他是政治學博士 我想你比較好回答 這個中立學生這一件事 經理面對大家 大家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您是在抗三 要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是蕭敏 那就是 你是幹什麼的 蛤 你是在幹什麼的 蛤 我算是做這個 政治思想政治理論的研究 那因為教教壞朋友 所以說 也做了一點關於這個假新聞 或者是說中國影響的這些問題 那剛剛有一個朋友提到這個說 就是說 這個假新聞 或者是說這種輿論戰 或者說這種資訊戰 它到底它的影響程度到什麼樣 我先 這個問題其實我也常被問 那有時候我會請大家先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最近那個 就是說 已經有 基本上已經有很明確的證據 證明說俄羅斯的確有滲透 有透過一些新聞的操作滲透 這個美國總統的大學 那我有時候會請大家想一個問題 說 假設我們今天有辦法 就是說 比如說我打一個響指 我回到2016年 我打一個響指 那 當時美國境內的所有假新聞 全部都消失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 希拉蕾是不是就會贏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 你很難去說 希拉蕾是因為 因為假新聞的滲透 所以他輸了 所以說川普贏了 這個東西是 基本上是很難說的 也就是說 其實這種 媒體戰或者是說這種輿論戰 它的滲透 基本上它都是 沿著你這個社會裡面 既有的一些 這個 所謂的議題也好 或者是說爭端也好 像剛剛一開始有提到說 美國境內它其實有這個 黑人的問題 其實那個黑人問題 在歐巴馬任內其實 變得更嚴重 然後還有這個 希拉蕾所謂的 不接力氣的問題 像這些問題都是 其實這些問題 最後都是變成說 這個洛羅斯網軍 在聖後當中 他們所刻意選擇的議題 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議題 他們發現這些議題 它可以引起更多的共鳴 或者是說可以引起更多的那個 但是它所造成的效應 它並不是說 假設我們這裡有 假設我們這裡有 100個人 它的效應並不是說 其實它的效應並不是說 讓這裡面的100個人 有50個人 改變它的想法 其實它不是這樣 其實它的影響 其實是 影響其中的 可能是5%或者是10% 但是這5%跟10% 它如果說再 轉換成選票的話 它可能就會造成一些 巨大的差距 所以說 對 反正簡單的說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輿論戰 或者說這種新聞的操作 其實它在民主國家裡面 它的效應會更大 因為民主國家是透過選舉 那你如果說 來回差距5%或者說 來回差距10% 其實它就能夠造成 一個 以一二四的狀況來說 其實它的 其次就會造成一個 很大的差距 所以說 我覺得它的影響 應該是說 會比較在這種 就是說 小的 綁了這種 小的這種選票轉迷上面 對 這是我的想法 好 就是發生蕭老師的說法 就是說 也許 就回答您的問題 就是原本的那個版圖 它本來就可能存在 它可能加深了這群人的 既有的想法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它會動員誰出來 再去做說服呢 所以剛剛自信最後一個照片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上面只有三成的人 是 配 就是付錢的 或者是拿錢的 可是它 有七成的人 可能都是follow人 他是 他是沒有 他是 自幹無的 或者是說 他自己就被動員起來了 因為他們本身就相信 所以當這些訊息 透過人為的方式 讓這個social cleavage 這種衝突加深的時候 其實會動員這群人去做宣傳 和去行動 那有些人是很願意行動的 那這個它可能就是會加劇 這個 就是說行動了以後 它會影響到選票的部分 希望有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最後一個題目是在講 喔對 這邊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網路上的 因為法國的那個反資訊 融斷的方式說 48小時之內 他們通過有法律 48小時之內 如果網路上的假訊息 法院 法官 他們有一個那個 特別的法官的制度 就是說要在48小時之內 判斷這個東西 會不會對於當事人受到影響 那我們現在就是 羅秉承 羅政偉他也在思考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知道在網路上 一小時就是天荒地老了對不對 就已經是無法逆轉的 像你遇到那個問題 所以看志勤有沒有 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剛剛三個題目 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法治 然後中間選領 然後那個 受害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分出惡意跟非惡意 如果我們不講 藍綠選舉 我們不要用這樣框架來看 所謂不許資訊的操控 我們回到去年的公投的題目 來操控的時候 你覺得同性婚姻有沒有中間選領 那你覺得能源有沒有中間選領 你覺得年金改革有沒有中間選領 就連南部中跟北部中都有中間選領 或我們實驗的 對 小黃瓜子 對 對 好 他會先找所有人來 然後看這個國家這樣的人 他們會辯論的點在哪邊 衝突點在哪邊 然後再把這個點放大 然後找出一個他們可以接受的口號 然後讓這個東西集大化 對嗎 大家看過那個操作手法嗎 那一樣的 我們也可以把北部中跟南部中能源跟同性婚姻 全部用等樣的手法我們來操作 然後來決定不實資訊我們現在要玩哪一個題目 所以只要任何一個題目 可以連到地方選舉或中央選舉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藍綠而已了 這是可以把中間選民的東西放大到更多的 因為中間選民它裡面的成分可能有很多種 它可能不只是藍綠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訴求跟它所支持的原因 尤其如果你又落到地方選舉的話 所以從這個脈絡來看的話 它就有很多事情可以操作 而且它操作不只是要操作選舉結果 大家要知道俄羅斯是同時在美國操作 就是支持黑人的團體 以及白人主義的團體 然後讓他們在同一天發動遊行 然後讓他們上街互相對抗 後面全部都是俄羅斯人的操作 它就是要你對抗而已 它不一定要你贏得選舉 它就是要你對抗 從這個脈絡來看的話 立法我們要怎麼立 其實多平成委員他選擇的是48小時之內 可是大家都強迫 大家都放在那48小時的數字 其實他講的是選舉期間三個月之內 如果有能夠影響公民判斷的事情 產生了48小時之內 法院必須判點真假 這是他想要做的 他學法國所做的嘛 對所以他限縮在選舉之內 為什麼 因為選舉之外 每一天有太多的事情發生了 那第一個問到問題是誰來判斷真假 光是這一段就可以卡很大 那法律上面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訪了很多一些歐盟的專家 跟其他國家在做修法時候的報告 我們都有研究 就是大家都還在想辦法法制上面要怎麼做 但這邊提供一個最基本的認知給大家知道是 我們在談不實資訊的法律的時候 他清楚的知道 他跟仇恨言論的是不同體系 不同脈絡的 他不可以是同一個脈絡之下 來處理這些言論 那大部分的國家現在做的是 用既有的仇恨言論 比如說誹謗罪的方法 來去處理不實資訊 可是這兩個脈絡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討論法制的時候 必須要清楚知道這個基本的不同遺跡 你要把人民團體放進去 跟這個國家政府一起討論 這個機制該怎麼建立 所以回到宏文剛剛提的問題 如果說你受害了 然後在那一天之內 你覺得你就是被打倒了 你沒有辦法回應 那該怎麼辦 你們要大聲地說出來 2018年印尼最大的一個假新聞 是一個很有名望的女權鬥士 他就是歷史上面很有名 是爭取女權 可是他後來選擇支持了那個 有人權紀錄不佳的前將軍 那個候選人 他支持他了 然後因為他太有 他就像類似陳菊這樣的角色 然後他就在臉書上面 PO出了他臉皮膚臉腫的照片 然後就說是對方的人攻擊我的 對 然後後來就傳開啦 就是大家都說 他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這次我們都出來譴責 就是總統支持者 怎麼可以打他這樣 後來發現那個照片是假的 就是那是他好像去整形 還什麼之後的照片 然後他假裝自己被打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媒體報導這個假的東西 就是說他作假 因為他太有名了 所以大家都說 你不能作假 因為你作假之後太有名了 就是網站上面很多就是會搜尋 就是會列出本月十大謠言 或是就是你知道 2018十大謠言 你們也可以用那個透明左肩的做法 就是台灣可能十個謠言裡面 有三個來做某個團體 他就是謠言最大的團體 就不斷的告訴大家 有人在製造謠言關於什麼 你只能這樣做 就是把那個聲量平衡 然後你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件事情傳出去 告訴大家有誰在散布謠言 如果你們想要參與資訊戰 你們想要對團網軍的話 這就是你們上場的時候 就是只能這樣子 因為政府就是在這個上面 他們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對不起 對不起 其實剛剛講那個脫歐公 那個叫什麼 對不對 脫歐之戰 其實他後來發現說 就是家庭主部是最容易被動員的一群 那當然這是在脫歐之戰裡面的故事 也就是說你的資訊如果是非常窄化的時候 如果你在Echo Chamber非常的厚 然後你沒有去看看別的其他不動管道的訊息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相信假的就是不實資訊 好 好 我們5月9號報則會有一系列的就是 叫戰手則 我們現在還是製作了 原因就是因為實在 不知道怎麼樣去把這件事傳播給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們用的非常簡單的方法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要辨識 第二個就是要檢舉 那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選擇 芝希第四個是什麼 辨識檢舉選擇 不要拍啦 就是到時候幫忙分享啦 5月9號都要分享 到再少就都要分享 5月9號 對 第四點是什麼 辨識檢舉 剛剛講什麼 選擇 還有咧 再往下面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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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溝通 溝通 就是你們要跟你們覺得最容易被影響的那群人溝通 關於不實資訊 我們5月9號會有來人包 然後最後最後 這個工商服務時間 因為報告者 今年就是已經入圍了 應該是華人 對不起 CNA這邊 他有中央社的還有其他媒體 因為我們是一個分益 所以我們必須要募款 我們才能夠活下來 這是我們對抗假訊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讓報告者活下來 我們今年拿到亞洲普利斯獎 的 就是 我也沒有酒下入圍 SOPA 就是亞洲普利斯獎 應該是全華文媒體裡面最多的 那 請與我們一起讓台灣變得更好 這是我們 對不起 我講得不太順 因為 總編輯不太會講什麼 對不起 所以我原本身分是募款專員 那你要留個新影片 那你要留個新影片 好 就是捐款啊 就是 你們可以 給我一個理由 不捐款 不捐款 就這樣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榮幸大哥上個月到我們台南大會店也是 上禮拜然後來演講 他也說不出跟大家說我們需要捐款的電視 他也表現了一副我們過得很好 我就打斷他了 我就說那個不對你不要公然說謊 這個雙魚座太樂觀了 我們每一個禮拜開會的時候 都要看一個表格 叫做捐款的數字 我們每個禮拜都要看 這個禮拜有多少人捐款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要檢討說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好 然後 對 沒有捐款的話 我們就是會 消失 就這麼簡單 比假新聞消失還簡單 我覺得大家沒有體認到這件事情 因為報則已經三年多了 然後 大家會以為他就會一直這樣下去 不會 然後 我們做的報導大家也都以為 那就是報則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如果沒有錢的話 我們就做不到 我們想做 可是我們就做不到 他要去多少錢 其實真的 大家只要願意出錢的話 東西不會太多 就是 你們去拜拜的商友情或什麼也都好 好 不是 沒有那麼卑微嗎 不是 你可以到下一頁了嗎 不是 就是這樣啦 可以嗎 好 最後 最後 其實報導有做很多的 就是公益的事情 那這是我們夏日學校 就是我們今年會 地點會在政大 那它針對的對象是從 大一大二 我們現在一直到 一六所的學生 我們會收八十五的學生 主要也是希望能夠把 報則在深度報導 和教育報導 版本的親戀傳承下去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可以再分享給你們 給你們的朋友知道 好 那今天這樣謝謝大家 跟我們 跟志欣還有德聯 一起參與這個晚上 然後 希望你們回去裡面之後 要記得分享那個 教戰手段 好 謝謝 讓我們更有免疫力 讓台灣更有免疫力 謝謝大家